被丢掉的玩具自行车 每晚都会回到原来的家寻找主人 女人这天走了十几公里 就为了彻底摆脱这辆自行车 晚上回家经过垃圾收集点时 看自行车已经消失了 女人长舒一口气以为终于摆脱她了 谁知回到家中 客厅传来了奇怪的直哑声 女人慌忙打开家门 竟看见自行车就摆在她眼前 女人十分惊恐 立马把自行车扔掉 然后死死锁上了门 可到了深夜 直哑直哑的怪声吵醒了睡梦中的女人 她树然睁眼 发现那蓝阴魂不散的自行车又回来了 第二天她满脸疲惫的想男友吐槽 虽然她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但却被折腾得够强 更重要的是那声音每晚都会响起 惹得她一直做噩梦 听女人说自行车被她用纸箱罩了起来 男友好奇地去掀开了箱子 哪知里面却空无一物 女人吃了一惊 明明昨晚她就把自行车封在了里面 男友只觉得是女人在故意逗她 不过这一整天自行车都没有出现 就连女人都觉得会不会自己这段时间神经甩弱 以至于真的出现了幻觉 于是她来到卫生间 洗了把脸想要清醒一下 可就在她擦脸的时候 耳边又响起了自行车的直哑声 直哑声越来越近 像是有人把自行车骑了进来 女人惊恐地转过身 看着不远处的房门 下一秒 自行车又一次晃晃悠悠出现了 并不是 更有仩人 fall 你有时候 可以 起来 你有没有